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關γ1是這個雙曲線 γ2是這個γ3是這個 他說下類敘述哪些正確 我們先把這個圖稍微畫一下 這個雙曲線是這樣子 這是A,這是負A 負A0,這是A0 那B的話,在這裡 這是公二軸,這是貫軸 然後這一個的話 這一個是這個 這樣子 這是A 然後在0A 這是0A 所以這兩個剛好什麼呢 罐軸變成 罐軸 這個等於是轉90度 把這個圖轉90度以後 變成這個 然後我們看γ3 γ3是多少 γ3的話 他會導致 우리가指下 然後我們看 這兩回여 這是V 他是冠中 naui 罐軸 與此 他さらない 變成它的關子 我們來看看選項 A選項 它說γ1跟γ2的貫籌與公二籌互換 這不對 再我們看B選項 γ1與γ2的圖形經過移動 或轉動以後能夠完全重 這個對 結果轉90度以後 就可以變成這個 B選項是對 再我們看C C這個選項 γ2跟γ3 γ2跟γ3 它有共同焦點 我們來看它的焦距 C是多少 這是B VL C的話就是根號多少 A平方加上B平方 所以C在這裡 這是C 這是0C的位置 這裡也有電 0-C的位置 根號A平方加B平方 然後這裡也一樣 這裡的C 是等於多少 根號B平方加A平方 所以它的焦點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焦點是一樣的 這兩個的焦點是一樣的 所以C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D D選項 D選項 D選項它說 γ2跟γ3 它有共同的焦距線對不對 我們γ2它有什麼樣的焦距線 它有這樣子的焦距線 A平方Y平方 減掉B平方X平方 等於0 那它的兩個焦距線是 A分之Y 減B分之X等於0 或者 A分之Y 加B分之X等於0 有這兩個焦距線 有這兩個焦距線 它的焦距線在哪裡 在B平方Y平方 減A平方S平方 等於0 那得到兩條焦距線是 B分之Y 減A分之X等於0 或者 B分之Y 加A分之X等於0 好 那這樣的話有沒有一樣 這個焦距 它們都通過圓解 這個焦距是多少呢 焦距是那個 B分之A 這焦距是多少 焦距是負的B分之A 所以這焦距呢 兩條焦距線的焦距是B分之正負A 那這個焦距多少 這焦距的話 它兩條焦距線的焦距 是焦距 是焦距 所以這焦距不一樣 所以它的焦距線也不一樣 所以 γ2跟γ3 焦距線不一樣 所以第一選項是錯的 所以這幾答案應該選B跟C 是焦距 是焦距 是焦距線的焦距